为了避免群聚 现在各个风景区纷纷关闭 高雄 澄清湖风景区 其实过去在台风天只休元了一天 那这次呢 碰上了这样的疫情 时尚第一次决定要风元到5月28号 另外包含了其今的贝壳馆 还有阿里山等等都暂停开放了 而为了大家呢 禁止他们在公园群聚 现在高雄市府出绝招 直接把公园的篮筐封起来 不让民众跑出来打球 想要当灌篮高手的可要先忍忍 因为高市府直接放大绝 把篮球筐给封起来 就连一旁的雨球网也全都拆下来 就怕青少年一时寂养 偷偷到公园篮球场打球 篮筐上警戒线 封好封满 看你怎么投篮 不只公园禁止群聚活动 像是高雄 澄清湖也拉下铁门 贴出周圆道5月28号的公告 一个上午好几位想来运动的民众 都铺空 过去只有台风天 会修缘一天的澄清湖 这次为了防疫史上第一次 风源这么久 外出运动的只能改成居家健身 想到景区透透气的也得先等等 暂停开放的景区包括嘉义阿里山 国家森林游乐区 台南佐镇化石园区 高雄藤之国家森林游乐区 寿山动物园 奇金贝壳馆 金师湖蝴蝶园 屏东双流 以及墾丁国家森林游乐区 海参馆 防疫期间民众也得尽量 避免群聚活动 华世新闻 萧鱼馨 高雄报道